《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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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少 天府呢 天府呢 大少爷有反应了 子涵 爹 爹 听见没有 天府有反应了 他好起来了 周医生啊 天府是不是很快就会醒来 对 应该说是趋于豪转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大哥 你太棒了 天喜 我说过嘛 天府他一定能听到的 以后我们多跟他说说话 这样他好得快一点 是吧 周医生 对的 多跟他说说话 谢谢您啊 周医生 那我先出去了 好好好 一夫 一夫 能跟你说说话呢 相聚 相聚 我知道 我知道 病人流泪只是一种常见的植物状态反应 但这是否意味着病人有很大的希望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呢 国林兄 你也是医生 应该冷静地进行判断 是 我们可以相信奇迹 但不能盲目地给予病人家属 以不可能出现的希望 相聚 我跟你说 难道天府流泪不能说明很多问题吗 我跟你讲 董家和我 不但是病人和患者的关系 更是多年的好朋友啊 这是两码事 你不能混为一谈 我再明确地告诉你一遍 以董天福现在的状况来看 他醒来的几率几乎为零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把天府救护回来 娘 我去跟我三一打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 爹 他的嗓门大 我大哥听了心烦 说不定马上就能醒 你的嗓门比他们还大 不用了 你三一天天往这儿跑 没准这会儿已经到 仇师姐 我大哥哭了 他有反应我看到了 咱们说的话 他都能听见 他也知道 你一直说的他 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好起来了 都怪你们 现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你不是说 有个忠权的康复计划 召集火燎 把我和大姐叫过来 是啊 我 是 之前有 不着急 让她再想想 是吧 最寒 最情 玛丽啊 女女 你怎么来了 快坐 来 坐 我是来告诉你们 孩子们穿上西衣 都很高兴 还说 非常想念 老板 让我来写 好 好 好 这是你最喜欢的曲子 此瞬间告诉我的 她说 这是你们毕业舞会时 与她共舞的曲子 她一辈子都会提到的 你们听到了吗 她哥 好 子秋 你喜欢这首曲子吗 我很喜欢 天佛 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 咱们两个最爱捉弄天喜了 有一次在花园里玩 天喜一直跟在屁股后面 我们两个就约好 谁也不理她 天喜就一直哭一直哭 最后还让蜜蜂给遮了 爹娘直到以后啊 把咱们两个痛骂一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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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天父这个样子 他心里面肯定不好受 我真的希望天父赶紧好起来 这样夫人也不用日日受煎熬 叶小姐 对不起啊 我也见对你 全叔 您别那么说 您是个好人 对了 全叔 您在董家应该很多年了吧 那是 那是大少爷十来岁 我就到董家了 天父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很可爱的 好玩极了 调皮 爱玩 不过在夫人面前的 他总是装着小大人 小大人 大少爷虽然生在豪门 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 拼命家孩子孩童式的那种快乐 有一次他花了很多心血 做了一只风筝 好 别这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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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能再去 下来 喝了一只 喝了一只 太拼命了 所以 我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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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醒了以后 我们不要去放风筝好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天父 天父 你知道爹心里多难受吗 我每天看着您娘 你弟弟 还有你姐姐 还有子春他们 每天都怀着希望 等待着你醒来那一天 可我 我却不能告诉 我都会给你 你也别想到 我想你 都不然 我好想你 你也想到我 我再 begged了 儿子 你能醒过来的 是吗 我不相信那些医生说的话 爹不相信 你是爹的儿子 你会醒过来的 是不是 告诉爹 啊 你会醒过来的 在的时候 我看到了 你好 然后我可以 我不是 但是我没有 иру 你 好 好 大哥 今天是第一百天了 爹 娘 姐 还有子春姐 已经为你担心牢上的一百天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你要更努力一些知道吗 子春姐说 她一直盼着你醒来 盼着能在今天 和你一起去你们约定的地方 可你失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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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 去睡一会儿吧 等我画完 你都赔了天福一晚上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别不要打扰我 你把我画画也就不好看了 大姐啊 你是不是想把我逼疯啊 你没日没夜的照顾天福 现在又在这儿画什么鬼疯着 晓风你可以不要杀杀户户的 我已经把这封人做好 也许天福棉拙起来 我 我真受不了了 你是干什么 你疯了你 我看疯的人是你 明天明天 这都逛了多少个明天了 天福他一点起司都没有 你不能再这样折腾自己了 你再这样下去 你会把命搭上去的 你知道吗 我的命算什么 天福的命才要紧 晓风 我不许你胡说 天福他在恢复 他一直在恢复 拿来 我不跟 拿来 出去 大金 你还是醒醒吧 这么多天 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了 可他动个下指头吗 动个下脚趾头吗 他除了喘气 他什么意识都没有 我们跟他说的话 他根本就听不见 你胡说 他听得见 他什么都听得见 我杀娘我知道 大金 大金 金座 是不是天福他怎么了 彩锋说得对 不要把自己的命也打上 你怎么跟彩锋一样糊涂 我没有糊涂 彩云 我憋了很久 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必须告诉你 黄医生说了 天福流眼泪 他只是一种植物状态 虽然自然的反应 并不代表他有直觉 对不起 我一直瞒着你们 我每天看着你们 为了他的康复在努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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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不下去了 真的 我一个人再也撑不下去了 我 我 我们面对现实吧 残忍 天福他一辈子 一辈子可能就躺在床上 天福 还记得一年前的今天吗 我就站在这儿 你就站在我的身边 我们学下了自己的心愿 我们学下了自己的心愿 你是我的 我也是你的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你答应过我 以后每年的今天都要在这儿 在月老树下 把愿望再说一遍 你还记得吗 我懂天福 愿与叶子春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天福 子春 这是我们的誓言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叶子春 愿意和董天福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 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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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 夫人 天福 天福 我知道你不会忘记 你一定要感官好起来 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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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福 天福 天福你醒醒 天福 爹 娘 祝你醒醒 周医生出卷了 不知道现在人在哪里 夫人 别急 我马上派车到诊所等着 周医生一到 我就让他马上过来 对 你承识我 一定要承识我 天福 叶小姐 这个门平时是不开的 今天我必须地让你进去 承叔 夫人不知道 我们这么做不太好吗 叶小姐 现在 现在大招一大 他怎么了 你见了面就知道了 天福 你可要挺住我 千万不能有事儿了 三姨还等着你吃喜糖呢 子春节 你 谁让你进来的 滚 你给我滚出去 采风 别这样 我是来看天福的 给我滚出去 子春节 三姨 你太过分了 这个时候 你还帮他呀 他可是我大哥的爱人哪 王管家 把他给我毫出去 我跟天福说几句话 我就走 不行 不行 你吓人家 刘子你给我放嘴 你给我出去 采风 你给我滚 滚 走 三姨 你就让子春 跟天福说两句话吧 要不是因为他 天福能成这样吗 他就是个汗人精 我不能让他碰天福 叶小姐天天守在门外 为了大招一你说的 你就是铁石心肠 你应该考虑考虑 他那么直接 他会保护你 你给我滚 滚滚滚滚 我 我早就不想干了 够了 你不想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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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你不想干啊 我记得你了 我对你不想干啊 好 天父 我知道 你没有忘记我们的誓言 可是你得醒过来啊 是不是 你得醒过来 你站在我的面前 你亲口告诉我这些话 是不是 天父 我都说了 我天涯海角 我都愿意陪着你 所以你得回来 你在哪里都得回来 这儿有爱你的人 你的家人 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我们俩一块儿 一起长大 一起变老 等将来我们老了 我们两个人 还可以一起回忆童年 我都说好了 都说好了 你看 都说好了 天父 天父 你醒了之后 我们再去那颗许言树下许言 都会好的 你只陪着你 你只陪着你 哪儿都不去 你想着 此瞬就在你身边 嗯 夫人 夫人 终于成到了 冬先生 冬先生 你看看天父 你看怎么样 你想想办法 一定要承证他 你一定要救救他 那 那先请大家出去好不好 赶紧出去 我及时救治他 我要让他来给天父 你不要打扰我们 我要赶紧救治他 好吗 董夫人 他也有你出去 可是不是 你啊 赶紧准备气息 走走走走 走走 靖小姐赶紧出去好不好 子顺姐 大夫来了 咱们先出去 让大夫给她个看看病 好吗 走吧 走吧 天父 他刚才天父跟我说话了 他真的跟我说话了 真的 天父他听不见 谁他话他都听不见 难道你叶子春 真以为凭几句话 就能把天父叫回来啊 快去门水 再找几个受小轻快的人过外 要快 好 这就去 娘 快快快 娘 我们就守在这儿吧 别去影响他们了 别去影响他们了 不行 按照照片来 对 轻一点 慢一点 过来 把机械拿过来 老天爷 我求求你 求求天父 如果能把天父从鬼没干 救回来 老天爷 一定唱天人词 给你老人家课 娘 娘 老天爷 你别这样娘 你别这样娘 娘 你别扶了 快 安养奇照 嗯 周医生 看来不行 不能不行 只要有一些可能 绝不能放弃 什么事啊 我找我家女儿叶子春 请问她 不知道 你什么态度啊 你说 子春能去哪儿呢 不去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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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爷 老爷 多少吃点 哪儿吃得下呀 都撤了吧 我就说嘛 叶子春啊 是来星星作态的 一看我们家天福 变成这个样子 就溜了 真是人形格杜皮啊 我刚才还差点被她骗了 子春也不是那样的人 那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都在这 春模不离地守着 可她呢 她要是真关心天福的话 怎么说走就走啊 她 菩萨保佑 保佑天福平安无事 老师 老师 病人的脉搏还是很弱 看来只能切开喉管了 切开喉管 什么 你们又把我大哥的喉咙切开 二少爷 不是喉咙 是喉管 大少爷的自主呼吸功能极弱 也许这是唯一 也是最后的办法 不行 我们是在救你大哥 菩萨 你要干什么 爹 不能让周医生把大哥的喉管切开 剑光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让天父获得充分的公养 拖得再久 她的大脑恐怕 不行 你切了她的喉咙 不等于杀了她一样吗 夫人 您不明白 如果拖得再久 那才叫危险 是 是 有 爹 是 很 我回来了 大哥 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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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呀 爹 老婆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啊 急死了 他到底去哪儿了呀 咱们再去董家看看吧 好 去董家 去董家 千真万确 奇迹啊 不是奇迹 病人的这种窒息反应啊 是由食道堵塞物引起的 这反而激发了他的生存本能 病人一直是在努力地与死神搏斗 好 那现在情况如何啊 好 我检查过了 脑部各项反应 完全正常 莫连 看来这次是我错了 对 你是错了 你忘记了一件事啊 爱的力量不可估量 嗯 爹 娘 其实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但就是想做了场噩梦 我相信 却怎么都醒不过来 天父 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 你要是有点什么 等也不慌了 彩月 天父醒来了 你应该高气啊 哭什么呢 你不也是吗 老天保佑 保佑我们天父平安无事 真心 大哥 紫春呢 我刚才听见她的声音了 天父啊 你提她干什么 她早就留得没影了 这种女人 三爷 大哥刚醒 你就别再刺激她了 紫春怎么了 大少爷 大少爷 你怎么算醒了 大少爷啊 你不知道啊 你要再睡下去 那那那老爷和夫人 还怎么往下活呀 这 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多嘴了 多嘴了 我 夫人 夫人 有件事 说吧 没什么顾忌的 叶家人到了大门口 找我们要人呢 说叶子春 到现在都没回去 找我 找我 娘 去找子春 天父啊 叶子春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你管她干什么呀 娘 你求你了 求你了 替我去找子春回来 叶子春 我知道她在哪儿 我知道她在哪儿 我看我 不靠你了 我会去哪儿 我看得到她 这就不谢谢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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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你了 这些金钱是相 Act 这些金钱在习惯 但是 这些金钱 那些金钱是必要的 赶紧的钱是 赶紧的ал打 赶紧的购物 YOU KNOW 给 赶紧的购物 给 赶紧的购物 你对 赶紧的购物 用 赶紧的购物 赶紧的购物 这边是 真实有购物 赶紧的购物 赶紧的购物 می 慢一点 大姐 欸 紫春 來 大家 我叫你